人过五十,不管儿女多孝顺,都要懂得麻雀定律,别不当回事,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,跑得快,不如跑得久,有的人跑到一半,就花光了所有力气,而有的人,懂得积蓄力量,成为了人生赢家,人到五十,真正的人生才开始,日子的好与坏,不在于儿女孝不孝顺,而是在于一个人自己的选择,人生路上。 任何时候,都要相信命运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,王尔德说过,不要虚置你的黄金时代,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,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,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,平庸和低俗。 人生百年前 半生是阅历,后半生是修行,时光匆匆忙忙,要想老了不受苦受难,从此刻开始,就要学会为自己的后半生铺路,人到五十,不管儿女孝不孝顺,都要懂得麻雀定律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经营好自己,别和儿女走的太监,山河故人中曾说,每一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,迟早是要分开的。 即使子女有心孝顺,但他们同样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,需要为家庭的生计奔波劳碌,甚为父母,我们深知他们的不义。 更不愿成为他们前行路上的沉重包袱,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,才能让彼此都过得舒服,电视剧都挺好中,苏大强对子女过度依赖,变成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巨婴父亲,妻子离世后,他一副生活不能自理的模样,全然不顾儿女的处境,有时没事变装可怜,让几个孩子围着他转。 先是三番几次,要去美国养老,计划泡汤后,又要求外地工作的大儿子每个星期都回家,放着老宅子不愿住,去二儿子苏明成家养老,整日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,闹得家里沸沸扬扬,导致苏明成小两口离了婚,后来爱作妖的他还撒泼打滚,想和年轻的住家保姆结婚,直到儿子以刀相逼。 女儿拿出房本,拆穿保姆的真面目,此事才作罢,几经折腾之下,女儿名誉撒手不管,大儿子回美国追妻,离婚欠债的二儿子,看到他更是气不打一出来,电视剧的结局。 人人喊打的苏大强不再做了,却也患上了老年痴呆,令人唏嘘不已,曾广贤文曰,儿孙自有儿孙福,莫为儿孙做马牛。 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存在巨大差异。 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,更为明智,强行搅合在一起,对彼此都是负担。 真正聪明的老人,会主动拒绝和儿女同住,互不干涉,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 人老了,不必过度关注子女,也无需对他们的疏于陪伴产生怨言。 无论子女多孝顺,留点钱给自己,现如今的社会中,缺什么都不能缺钱,没有金钱的支撑,寸步难行。 如果想要晚年幸福,经济上不依赖别人是一个必备条件。 子女孝顺,是父母修来的福气。 但人过五十,不管子女多么孝顺,一定要留点钱给自己。 很多父母总会想着子女过得不好,于是将余钱都交给孩子。 但其实这样并不合理,父母给子女的钱多了,自己都没有了。 将来需要用钱时,难免需要问子女所要,一次两次,三次四次,要的多了,难免遭到不理解。 与其这样,何尝不早早做好准备,不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因为金钱而犯难,人老了,就不要处处操心,该为自己考虑了。 子女们没钱,会自己想办法,从而解决难题。 总要面对社会,溺爱不是爱,处处为子女考虑,为他们谋划下一步,反而会害了他们,岂是当你老了。 手里有钱,才是帮子女减轻负担的主要方式,也是自己晚年生活的保障,保持好心态。 却朝品牌创始人亨利·内斯特莱,分享过一段影响他一生的经历,小时候,出身贵族的他,遭受家道中落的打击,无法接受现状,终日在痛苦中度过。 一次,他路过一块农田,这里刚经历过洪水的侵袭。 曾经茁壮的卖苗,如今只剩一片狼藉,但农田中居然有一个农民正在耕种,亨利不解地走上前问道,庄稼都死了,你还耕田干什么? 农夫笑着说道,庄稼死了。 田地还活着,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,虽然洪水毁掉了庄稼,但这些不正是丰富的养料吗? 我敢肯定,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。 亨利顿武,自己的处境,不正如这片荒芜的麦苗一样吗? 唯有敞开心扉,允许一切发生,才能勇敢面对未来的生活,很认同一句话,人生很大一部分,都是在接受,接受世事无常,接受孤独挫败,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,接受自己的不完美,接受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,谁都会老去。 要允许自己经历的衰退。 身体的失能,坦然面对,不去设想一些未发生的事情,关于养老,兜里有钱,养好身体,保持一颗平常心即可,关于家庭,善待伴侣,守好家人,一家人其乐融融就好。 关于现在,不困于情,不悍于心,稳住心态,就是最好的生活,麻雀定律,启示我们,五十岁以后,要学会顺应生活的变化,接纳生活的起伏。 别过度劳累,爱惜身体,年轻的时候,超负荷工作,缺乏对身体的锻炼,等到年过半百,身体就会力不从心,容易疲惫。 这个时候,一定要严以律己,多去锻炼。 不要懈怠,培根曾经说过,健康的身体,乃是灵魂的客厅,有病的身体,则是灵魂的禁闭室,人到五十,更应该体会到这一句话。 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,好多人在五十岁的时候,子女基本才刚刚上大学,或者是刚刚工作,所以这个时候,我们的身体就更不能出问题,因为自己是整个家庭的精神和物质的支柱。 日常要加强锻炼,每天早上或者晚上,无论多忙跑跑步,无论多累,也要这一刻放松心情,让自己得到舒缓,不要觉得只有自己拼命赚钱,才是最重要的。 你要知道的是,无论有多少钱都买不回来,我们健康的身体,超负荷的工作,总有一天,这些负累会用另一种方式加倍奉还,人过五十,别再熬夜,别再咬牙坚持,别再为了其他而消耗身体,凡事量力而行,注意保养身体。 晚年有个好身体,才会过得更舒适,人要学会福老,更要学会爱惜自己,及时清空内心,做到调节心态。 无论人生在怎样的境地,拥有良好的心态,都能生活得更加平稳,到了晚年,学会及时清空内心,做到及时调整心态,心态好了,就能从生活中。 发现更多的美,余生接驾期中有这样一句话,一味沉沉于过去,是毫无意义的,已经走过的路,只要时不时地回顾一下就可以了。 人到五十,半生已过,请学会告诉自己,活得通透一些,人生不如一知识十之八九,总是活在回忆里的人,是拿过去的心结,折磨现在的自己,许多时候,人活得那么累,怨不得命运,怨不得别人,都是源于自己的心魔。 人到五十,即是清空内心,过去的事不要再想了,抓不住的事,不要强求,人生路上,得失早已注定。 不管儿女是否孝顺,保持良好的心态,去拥抱生活,从容接纳生活中的种种不完美,随着年龄的增长,你会渐渐明白,后半生的福气就藏在良好的心态之中,心态越好的人,福气越多,与人相处,留点心眼。 拉罗师傅科说,当我们变老时,我们同时变得更愚蠢和聪明。 人来了,事是留点心眼,不是有心机,而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,自己能做的事情,尽量自己处理,别总是麻烦别人,以老卖老。 这样容易惹人闲,岁数大了,别人的事情能不管就不管。 自己顺心如意便可,人老了,要有分寸感,这样才能收获更多的幸福,懂得分寸,不给别人添麻烦,成为累赘。 懂得分寸,不连累自己,学会自己照顾自己,哪怕是最亲的人,也要留有分寸感。 人与人之间相处,学会保留一定的距离,可以让彼此之间更加亲近,也更加的相处融洽,人老了,留点心眼。 不讨人厌,晚年才能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幸福,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老去,但可以选择老去的方式,是从容且优雅的老去,还是晚年常常琐事烦心,人过五十。 留点心眼,别让自己晚年凄凉,学会给自己留点钱,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,学会与人相处,留个心眼,不成为他人的累赘,不讨他人厌,人过半百,即将步入老年,不如好好享受剩下的时光,可以闲看亭前花开花落,可以坐看云书云卷,懂得为自己的晚年生活铺路,学会给自己制造舒适圈,爱惜自己,是是放不下,是是为子女的。 担心操劳,注定自己的晚年还是奔波忙碌的,无法得到真正的休息,人过五十,留点心眼吧,如此才能有个安逸的晚年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